整理盘的格局當中 大漲才想追 下跌就胡亂砍 這是不對的行為 那你要怎麼辦 把看好的股票堅持主聲 買進暴饒大贏噴出 這才是康莊大盜 好 我們今天正德標出的第9跟漲停 同志也創新高 好 拉開成本之後呢 暴饒就ok了 然後鎖定 接下來我們要推出的什麼 正德第二跟雪球五號 好 這兩張股票呢 完全還沒有噴出 現在來明天布局將將好 那另外我今天要預告 盤氏有兩種反攻的模式 我請記鎖定今天精彩的節目 哈囉大家好 我是江江江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曾經的節目 台北股市呢今天漲200 開盤漲200收盤漲12點 為什麼 整理盤啊整理的盤 懂我意思嗎 這是必要之二 沒有這個整理就沒有噴出 他整理的越精彩 後面噴出就會越精彩 這是我的預告 然後我待會要給各位講 有兩種模式 有兩種模式 第一種呢 明天小紅小黑 後天起反攻 第二個他迫不及待 今天提早做下壓的反應之後 明天先來個中紅 他也是ok的 我待會會跟各位講 我的技術理由 請各位把握機會了 好來 同志朋友來 這是我們一路預告的 有沒有 堅持主升 堅持主升段 堅持主升段 正得十天噴的九根漲停板 有沒有 賺102% 如何做到的 堅持主升啊 好 我們才從中 186 203 212 217.5 218 布局同志 今天噴到263 我9點多在我們的TG 在我們TEL管都會講 不要追哦 懂我意思嗎 整理盤噴出的股票 你去追他很容易被阻力修理 是不是 那會員怎麼做 持股成本很低了 噴出去的嘛 已經很低對不對 報警處理啊 報警處理就ok了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 明天要推出雪球5號 明天要推出雪球5號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投資朋友 我喜歡買哪一種股票 沒有人講的 沒有人買的 醞釀的 懂我意思嗎 這是我們轉折精彩的預告 他專門去抓未來轉折扣低的股票 然後能夠預告未來 你可以輕鬆 贏在起跑點 那你一旦贏在起跑點之後呢 享受適合抬價 懂我意思齁 帶各位講這個主題 請各位把握 來好 這是我的解盤頻道 幫我做訂閱按讚跟分享哦 如果你還不是我的粉絲 你還不是我的TEL管的粉絲 還不是我LINE的粉絲呢 把握機會 掃描QRコード 或者是搜尋ID 小老鼠WIN5899 來 說吧 我是全台灣唯一電子產業機的出身 我掌握的是第一手訊息 是不是你看這個 這個二樓事業的正德 我們買進的時候 營收沒有公佈 他的新簽的訂單合約翻倍 訂單的新的報價是翻倍 獲利會暴增 全市場沒有人 因為沒有公佈 還不知道 懂我意思嗎 可是我們提早就卡位了 享受市場抬轎噴出了喜悅 噴了九支停板哦 到今天為止賺102% 那這都是優勢頭髮 這就是優勢 就是我們團隊驚人的優勢 頭髮來 我們過去的預告 全部都印對不對 現在是整理 整理是五支二波 記好了五支二波 五支一漲2000多點 五支二整理 未來會有五支三的噴出 我全部講在前面 好 水球 夜長到你錯過怎麼辦 來把握我洗頭4號啊 我是一整路 從上三禮拜開始 預告了一個多禮拜 卡位卡位布局布局 有沒有 同志上禮拜五噴8% 昨天噴漲停 今天盤中再噴7% 是不是頭髮堅持祖生 堅持祖生 我認為下半年 它的爆發力會非常的驚人 請你拭目以待 這是我的優勢頭髮 這是你相信將將 選擇將將 掌握第一手產業訊息的優勢 你看這個驚鴻 是不是 當初有個雙題材 第一個是電子紙的IC設計 第二個是車用的IC設計 好 雙題材的觸擁之下 我們買56.7 他噴到105.5 你看喔 連大股東 maybe是大股東大戶嘛 大戶有好幾種對不對 主力大戶啦大股東 他們都算對不對 上禮拜才買喔 上禮拜才買8點多個%對不對 可是已經碰到105.5了是不是 連大戶都幫會員抬轎啊 這就是驚人的優勢 OK頭髮來這是正德有沒有 久之停板了 請各位繼續把握頭髮來 過去我們已經驗證 我講快一點來有沒有 他不是黑天鵝 疫情不是黑天鵝有沒有 怎麼下來怎麼上去 去年黑K隔壁是紅K 今年的黑K隔壁是紅K 是不是還沒有出現 我話給各位看啊是不是 那這就是霸氣了 那這就是專業說 你需要引領 因為你不曉得股市 如何才能夠做才能夠 這個獲利才能夠成為贏家 我先講在前面 讓各位事後來做驗證 有沒有驗證 是完全驗證 你看九陽噴6成 好金鴻噴86% 正德賺102% 選擇1234號 全部都獲利 懂我意思嗎 所以請各位加油 哇待會我要講囉 我說這是整理盤 有沒有 請聽清楚這是必要的 沒有5支2波 就沒有5支3 那5支2波越精彩 那5支3就會越精彩 懂我意思 來好各位解釋為什麼了 好 這是我在1月4號給各位預告 你知道1699會來有沒有 14902 還沒到1萬5 我說16949會來 後面來到17 是不是 就是我們非常金額的預告能力 好 我在15159給各位講 交換籌碼的絕佳時機 是不是 他未來會噴出 他未來會噴出 噴到哪裡 噴到1萬7 是不是 那事後你完全驗證嘛 好 那這個地方這是5支1波 我昨天各位畫圖畫過了 今天不再做贅述 這是5支1波 利用5支1波 強勢的5支1波 他做出一個頭肩底很漂亮之後呢 他進行什麼5支2 我也跟各位畫過說 這個5支2 可能會走怎麼樣的模型 就說5支2 他會類似這樣子走 有沒有這樣子走 懂 這是5支2波標的整理 好 他如果是這樣子走的話 你可不可以撒下來去放空 不行對不對 你可以衝高去追 不行嘛對不對 你看你昨天大跌 你去亂砍 今天開高200你又亂追 是不是尾盤你又受傷了 是不是 所以聽清楚 聽進去 我都講在前面 我不會害你 因為我們有很棒的 預告能力的技術 好 那我去再講什麼 講一個重點 這個盤勢他要如何遇難反攻 有沒有 好 如果你沒有轉折 你根本不知道 你不知道未來是不是 可是你我把轉折 控盤轉折放進去 有沒有很清楚啦 是不是 好我稍微放大 來 這邊是左肩 這邊是右肩對不對 好你看喔 你注意仔細看 認真看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扣高 扣高是不是回 這裡是不是扣低 扣低是不是漲 明後天開始要扣低了 這裡是不是扣高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很神奇的事情 扣高的時候他就回撤了 有沒有扣高就回撤 那扣低是不是就開始漲升 有沒有 所以他快要漲了 懂意思嗎 然後現在是這樣子這樣子 有所以整個儲存大概是這樣 那他明天要怎麼做反攻呢 好那你注意看喔 我把游標打出來 有明天還是扣高嘛 扣17265還扣蠻高的 可是呢 後天扣16818 今天說哪裡 今天說17075 後天扣很低嘛 所以很棒的模式是什麼 是明天來個小紅小黑 就是說他明天來個小紅小黑 那後天開始就扣三個低值 那就有機會形成什麼 反攻的模式了是不是 好那另外的模式說 類似這裡有沒有 他這邊是兩天後才扣低 可是他迫不及待 隔天就先出現紅K 所以投票來 那我的看法是什麼 我直接畫K線圖 他不是明天出現中紅 這是第一種模式 第二種是後天開始出現 比較強大的中紅 就是我的看法 懂嗎 所以投票你不能夠看漲說漲 你不能夠看跌說跌 這是整理盤的唯一特色 懂我意思嗎 那我剛剛講過了 不管是明天紅K 後天中長紅 殊途同歸 那明天就是江老師跟各位講的 我們雪球5號明天要進場的最好時機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我再跟各位預告一次 你錯過正德的 你錯過什麼 錯過雪球1234號的 明天是一個很好的雪球5號上車的時間 今天我所見的表股呢 量縮極致 量縮到極致 後天起轉折日線扣3D值 假設兩明後天 能夠拉出一根中長紅 我們雪球5號又會大獲全勝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積極的把握機會哦 好來 講完了 這個盤勢的分析 預告全部講完了 因為這是五支一波 這是五支二波 那五支二波整理下來 OK 我們再一次 下來好上去再下來 我認為大概就結束了 大概就完成很精彩的 五支二波的整理 那整理的投資朋友 這個整理盤是必要的 不管你是主力 你是賞戶還是我 還是我的會員 大家都必須共同經歷的 所以你要平常去面對 股市沒有天天像這樣這樣子 可以噴一個波段 可以連續噴超過2000點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漲多必然的回答 這是必要之二 你要用平常清去度過它 這是面對股市 你應該要有什麼 正確的心態 特別跟各位做分享 來 投票來 我常常說了 學習呢是最賺錢的投資 歡迎各位來學我的技術班 很棒的預告技術 技術班會有基本功 會有進階的轉折 預告的教學 你學會之後 你可以清楚的看見未來 為什麼是當初是五支一 全部全面大賺 連續大贏5個禮拜 那為什麼五支二 可以稍微步調放緩一點點 這就是我講的進攻防守 股市沒有天天過年 它一定會有好賺的進攻的 這個波段 有防守的波段 聽進去對你會很有幫助 來 另外呢 這是我做股票唯一的堅持 堅持 把拳頭握緊 這是堅持 你必須堅持主身段 這很重要 只能做主身段 我們當初做的第一桶 你自己看了 看了半年了 你看我今天它又噴漲停 你自己看 它什麼時候會出現賣訊 他今天又噴漲停板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賣訊 我講過了7月 為什麼是7月 7月扣三高啊 是不是 2468 漲8個月 7月第一桶見到波段最高點 我們就會把第一桶 全部都獲利出清 因為他要休息了 等我意思嗎 所以對未來都是有清楚的規劃 也就是說你不會昨天第一桶跌 就把它砍掉 等我意思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對你去學習 爆股票 爆波段 會很有很有幫助 所以這個轉折 你一定要做學會哦 好 來 再來 有沒有 第一桶覺得右噴漲停 來 有沒有 我說我常講 主身段是種模型 主身段是種樣貌 好不好 聽進去 主身段才是你的康莊大盜 每檔都是如此 所以我說了跟各位鼓勵了 你要做股票 你要進股市 不要賺小錢 不要減零錢 那個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 要賺就賺暴利 就是說你要賺就賺主身段 就你的能力範圍之內 把主身段抓出來好不好 這個是不是 未來轉折嘛 他是扣低有沒有 他是扣低 轉折扣低 扣低的結果 他就是噴出啊 是不是 好你看哦 噴五個禮拜 我上週講得很清楚 所有漲五週的股票 不要亂噴 為什麼 他要進行休息啊 就是說他這樣子噴 一波噴很大 噴很兇有沒有 連續噴五週 休息橫盤三週 再噴 這是股票的正常的循環 這是很正常很標準的走勢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要嘛買起漲 然後你不可以五週後 噴五週才追 第一買點是這邊買起漲 第二買點呢 是他漲五週之後 休息第三週的尾聲這裡買 他又可以銀噴出 就是他的節奏 就是他的步調 你可以慢慢去體會 慢慢去學習 為什麼你上週追的 噴出的股票 本週都套你 懂意思嗎 為什麼我上週堅持重複講 漲五週的股票 你不能去追 是不是我通通講在前面 有齁 OK好來 有沒有好這個 包含我們的雪球二號也是啊 我認為是下禮拜的下半週 會有很棒的買點 雪球二號 新會員錯過的下禮拜的下半週 會進行波段性的布局 來要賺就賺主乘賺 這是我的堅持 你一樣哦 普城也是一個很好的教學 我待會會畫圖 普城來是普城 當初低點沒有人買的低點 我會員們來了有沒有 左邊是扣低值 右邊扣低值 好他左邊是狂噴出有沒有 狂噴出右邊可以期待嗎 我認為可以啊 是不是所以你自己看哦 就算是前瞻性好不好 那這就是主身段的魅力 就是說你學預告技術的價值 有沒有完全沒有發生 但是你可以先知道 市場不知道的行情 那你學會轉折 你可以先知道 好你自己看後面 是不是全部講在前面 好你看哦 他要漲五週了 你自己才追對嗎 不對嘛對不對 好你自己看來 好你看這個6月29的普城 今天也有稍微做拉回是不是 有沒有 漲五週回撤後再噴啊三週啊 回撤三週再噴啊 很正常很合理啊 懂所以股票有其節奏 所以你千萬不要亂做 委託專業 好來這是長榮賺兩成 有沒有好這是天玉 有沒有賺七成四 一樣拉回來找買點 好同樣要賺就賺波段暴利 那什麼是波段暴利 未來轉折扣低就是波段暴利 有沒有有日轉折扣低 有週轉折扣低 可以相輔相成的操作模式 是不是這是我們講的這個敦泰 他說你有沒有發現 跟當初的普城一模一樣 左邊扣低 他是一波的噴出有沒有 一波的噴出 那右邊扣低他也是可以期待啊 有沒有很精彩對不對 好他確實如我們預告噴出了 一樣啊扣高了 馬上要扣高了回撤再漲 懂哈那這就是節奏 就是我們常講的 股價有其節奏有他的模型 有他的這個樣貌有沒有 漲多之後會稍微回撤 醞釀下部的攻擊 懂哈你等他休息結束之後 再掌握買電 好這是驚鴻有沒有 這個太精彩了 這檔是應該是正德 噴醉胸之後呢 最厲害的一檔股票雙題材 一個是電子指的市場的 趨勢的大成長 第二個是車用的大成長 你看喔 拜登有沒有推行他 他去啊這個 對他們美國的電動車產業 軟油車要轉換成電動車 為什麼他給他很大的這個支持 就是組成一個連電動車 美國都組了一個所謂的國家隊 要去對抗中國大陸的市場 懂意思嗎 好那全球每個國家都開始組什麼 組電動車的國家隊 那台灣的零組件工藝商 下半年我認為是很大的成長的趨勢 他也是啊 他也是有這樣的題材啊 是不是你看喔 56.7噴到105.5 你看未來是不可預知的 什麼未來是不可預知的 但是你把你的操作委託給江江 我幫你做這一類型的股票 是不是噴了86% 好你看上個禮拜 大股東之類的大戶才買超 那是不是 是不是有那麼一批有力量的人 認同我們所說的 下半年電動車的產業 會有一個很大的趨勢性的成長 所以相關股票你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這是給各位的建議 來偽全店有沒有 是不是 什麼未來都是不可預知的 但是我全部都講在前面 有沒有OK 來星星今天創新高 可不可以追 好今天星星南電景碩都很強很強 你自己說可不可以追 你自己說可不可以追 那這裡是扣低值有沒有 答案很清楚有沒有 這裡是扣低值 那請問這裡有沒有扣低值 是沒有 就答案很清楚 好不只是星星喔 好8046的南電 有沒有 下週還好 兩週後就不行了 3189的景碩有沒有扣高值了 是不是扣高值啊 扣高值它不是主升段的買點 好不好你自己看景碩 是不是這裡是扣低值 扣低才是主升買點 這是你要賺到大波段為的堅持 你絕對不行說 這裡不買 低點都不買 今天本週才追 那這是不可行的 短線可以 但是只有波段而言 這是絕對不可行的 這是加拿大老師跟各位提的 很重要的一個模式 好來有沒有 這是正德 這個就很精彩了 這個全市場唯一 第一手的產業訊息 如果你是跟著我做 我專門帶你鎖定這種股票 請問你會不會幸福 請問你會不會成為贏家 好你看我們買進正德 6月2號禮拜三買正德 6月8號漲停板第一根 自從第一根漲停板之後 那就不得了了 為什麼第二根來了 第三根來了 第四支漲停 第五支漲停 正德第六支漲停板 正德第七支漲停 昨天是第八支 今天一倍了剛好一倍 從扣投資本你會發現 全部都清一色 所有的主身段標股 都有一樣的特色 一樣的模樣 全部都扣低有沒有 扣低噴出 那漲到他扣高轉折為止 這樣子我的標股會員 這樣子買進 這樣子買進 一二三四四天後噴漲停 這樣賺一倍 是不是扎扎實實 真正賺一倍我的會員 主身段標股的會員 懂我意思嗎 所以堅持主身 這不是口號 是我給你最真誠的建議 不要減零錢 不要賺小錢 堅持主身 財富倍增 102% 是不是我們又做到了 懂我意思嗎 來這是正德 來 這個是許諾山 是噴新高 這是九陽 一樣喔 未來都是不可預知的 對不對 你自己看啊 噴到這裡啊 是那這樣子賺六成啊 是不是 每一檔標股 我習慣性怎麼樣 找低點買 在沒有噴發的時候 請會員布局布局布局 然後享受噴出 那就是我的特色 這是你參加我會員 享受的最大的價值 是不是 這是誰 昨天開牌了 是不是同志 未來轉折是不是扣3D 是太精彩了 未來轉折扣3D 有沒有 全部在未噴出前 先邀請 邀請你相信我 你加入團隊 我帶你去做布局 那布局後呢享受 是不是186.5 同志 217是不是同志 昨天噴漲停 今天再創新高 9點多 我在特勒管各位講 不要追 為什麼 大盤還在壓縮整理盤 然後呢衝高的股票你去追 主力會修理你 是不是我們脫離成本了 他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月季線金差 金差均線呢 通常會有這樣子 均線會有什麼 會有所謂的回撤 通常金差的時候呢 就會有回撤 讓這個正式的金差成立之後呢 他會有下一波的攻擊 懂啊 所以我認為拉回來呢 你還是會有很大的表現的空間 你自己積極把握 那當然我們重樓系 一二三四號之後呢 會有推在哪裡 在我們今天講的 雪球五號 雪球一二三四號 全部都成功獲利之後呢 我們要推什麼 推雪球五號哦 每一檔持股新會員 我會用心幫你診斷跟轉換 然後呢雪球正得噴酒之停板的 堅持主升 財富倍增 今天賺102% 正式獲利超過一倍 那恭喜相信我的會員 那我們接下來要佈局 這個雪球五號 兩種方式 你可以透過Lineat的留言 跟教授老師本人親自對話 你也透過0800 668085的電話跟我們做聯絡了 通報來沒有噴哦 停好了哦 未來印證後 我會拿圖給各位看 完全沒有噴 完全沒有噴 正在壓縮主體的過程當中 我們先準備好 我的規劃是 明天卡位後天噴出 明天卡位後天噴出 你務必要積極的把握機會 感謝各位的收看 祝您操作平安順心 廣告前 拜拜